法國總統馬克宏他的一句話已經掀起了國際的波蘭 他說了什麼這給大家看 他說他在2月26號主持的烏克蘭會議跟大家講說 我不排除向烏克蘭來出兵 烏克蘭來出兵真的假的 大家想說你到底玩哪招啊 好我們往接下來看下去 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說 我們沒有部署北約戰鬥部隊到烏克蘭的計畫 好第一個出來打臉是他 第二個出來打臉的是 是白宮拜登政府反對在烏克蘭部署任何部隊 但大家都想問啦 來 周老師 馬克宏到底玩哪招 大家還記得以前 他為了俄烏戰爭這件事情 他跑去跟普丁來和談 感覺關係很好啊 現在你喊出來說 我不排除像烏克蘭出兵 他變成超級大鷹派 轉變在哪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烏克蘭本身現在已經面臨到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他的這個整個士氣極度的低落 然後逃避徵兵的人非常多 那這樣子面對一個本來就是一個人口處於烈士烏克蘭來講 現在能不能把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 都成了一個大的問號 所以歐洲國家感覺到說如果烏克蘭倒了 那麼下一個面臨俄羅斯軍事壓力的就是歐洲國家 所以為什麼馬克宏會有這樣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他想要展現是他是歐洲的盟主 因為在這個美克爾退休之後 現在馬克宏是最有經驗 又是大國就是德法兩國嘛 那德國的這個領袖是 德國的領導人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資淺的 那他當然就承接起這樣子的一個責任 大家知道現在此時此刻 這個美國跟這個以色列也在巴黎 跟這個埃及卡達在談所謂的 以巴的和談方案 那所以你看巴黎是這麼樣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當然希望不只是以巴拉 在俄烏這個重大的問題上 他也有發言權 第三個因為川普很有可能要回來 那麼川普一旦回來 歐洲國家就要自己想辦法保衛自己 那馬克宏曾經主張過 歐洲要建立自己的陸軍 要建立自己的軍隊 法國也是歐盟國家之中 軍隊規模最大的國家 所以他當然要展現出他的實力 就是說他有可能 他有能力 他也有這個意願意志 去領導一個獨立自主的歐洲 對的確這樣看起來 他的確說感覺要當一個歐洲盟主 或是怎麼樣 但是他包括了北約的秘書長 包括了美國他都出來打臉 就是說不要讓他當上歐盟的這個盟主 或者是歐洲的盟主等等 所以現在法國自己 包括外交部長 今天這個就講了嘛 就是說這個其實也不一定派人去 烏克蘭不一定是派軍隊去 他說可以掃除地雷 可以去協助他們進行對抗這個 所謂的網路攻擊 就有點替他這個轉環 但是他那個基本的位置沒有動 基本的立場沒有動 就是說他要加強支持烏克蘭 因為整個法國 不單是法國 連德國最近也加強了 對烏克蘭的這個軍事支援 那當然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在 就是說因為他們加強支持烏克蘭 所以他們國內的這種軍工企業 可以得到支撐 這個因為軍工企業 它如果你沒有一個很穩定的訂單的話 它沒有辦法擴大它的生產量 沒有辦法擴大它的生產量 不單沒有辦法有效的支持烏克蘭 連自己的防衛需求 可能都無法滿足 所以當然他也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展現說 歐洲國家應該要在防衛這個問題 防衛這個議題上 要有更大的這個投資 更大的努力 那尤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感覺各國都是 各自利益是為主 有些人希望我的軍工產業 可以通過 有些人希望我要得到歐洲盟主 我希望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等等 他今天開了這個議題之後 每個方的說法都來 這不會再玩黑白臉的戰術 因為國際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一個 所有事務考慮的一個關鍵的一個點 就是說除了卓老師剛剛所講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原因 馬克宏為什麼變得這麼強硬 其實我認為還有幾個相關一些考量 近幾年來講的話 可能各位從國際新聞看 也常看到就是說 法國常會有一些示威罷工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行動 也就是說法國的一個內部政治 其實沒有特別的一個穩定 從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理論來說的話 今天你如果內部陷入一個分裂 或準分裂或是衝突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藉由對外的一些相關的動作 是能夠團結國內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邏輯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我覺得也是一種馬克宏 他放話不排除對烏克蘭出兵的一個原因之一 包括主持人照合剛剛所講的 其實我覺得黑白臉的一個策略也不無可能 意思也就是說 會不會法國馬克宏是某種程度的 跟美國跟北約去唱一種黑白臉 而他是扮黑臉 那北約跟美國是扮演白臉的一個角色 主要這個目的當然是讓俄羅斯 抓不準你北約跟西方盟國 或者是美國他們真實的態度到底如何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變成一種 對俄羅斯的一個騷擾戰 坦白講我們也不得而知 但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操作來講的話 其實馬克宏沒有把話說死 就像剛剛我們有討論 他是說不排除對烏克蘭出兵 而且外交部長還有幫忙出來講話 不排除的話 表示有可能 但是也有沒有可能的一個情況 對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是講得非常非常的彈性 但是至少在這整個媒體焦點來講的話 對於法國光榮的一個恢復 或者是對於他自己本身的一個 領導權威的一個加碼 或者是強化在歐洲的一個領導地位 確實都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利多 那但是北約跟美國打臉 我覺得也是在合理的一個考量之中 因為畢竟美國希望能夠主導 這樣一個局面 今天如果美國跟北約國家派兵 到烏克蘭去進行一定程度增援來講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那俄羅斯他會不會把這樣的一個動作 視為一個準戰爭的一個行為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撤枝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 其實美國跟北約國家也很清楚了解 俄羅斯他不是紙老虎 他撐了兩年 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權力的基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風險 沒有辦法完全確立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也好 或者是北約秘書上 先進行一定程度的一個風險管控 是在合理的一個範圍之中 其實在這次歐洲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是在2月26號的時候 匈牙利國會 他投票批准讓瑞典加入北約成為了定局 那瑞典的總理克里斯特森就說 俄羅斯不會喜歡瑞典成為北約的成員國 當然 不然他為什麼要去打烏克蘭呢 那另外呢 普丁當然也很氣啊 他2月26馬上簽署了總統令 他把西部軍區劃分為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 而且他直接說俄軍的人數 軍隊人數三年增至150萬 來 靖哥你怎麼看 普丁他真的怒了 其實普丁就是俄羅斯要徵兵 在去年3月時就已經宣布 12月又再宣布了一次 而這一次的話就把將西部軍區 這個化為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之後 順道也把北方艦隊那個獨立軍區給取消了 所以還是維持六個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叫做 人家講嘛 這個朝三暮四換來換去 以次重新洗牌 那之所以把它變成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 是因為西部軍區裡頭 他本身的業務量跟駐紮的軍隊 以及相關的區域性的後勤資源 作業本來就太過繁雜 所以將它就是 把它拆開來 把它拆開是合理的做法 那就是俄軍人數三年增到150萬 其實這裡頭所增加的 到目前的130萬的現役部隊 因為他就是說 增是增現役部隊 而不是增後備役部隊 所以他還要將後備役 再轉為現役部隊的原額 他還要花三年逐步來增加 而且增加了衛艦的是地面部隊的原額 有很多是 其實是戰鬥支援部隊的名額 因為嚴格上來講 俄武戰爭從2014年2月20號 這個入侵克里米亞而言 他不是這個就是說撐了兩年 他已經撐了十年 在這十年之中 他也學到很多的教訓 就是他們原來戰鬥部隊的比重太大 戰鬥支援部隊的數量不足 所以他也做的是結構性的調整 所以我們不要光看到量 而且要看到結構 那當然就是瑞典這一方面 加入北約是不是能夠 就是說造成他這個改變決心 我想基本上來講 那個影響很少 因為瑞典並沒有 在加入北約之後順勢增軍 或者增強國防 那他所面臨的威脅程度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把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想說瑞典怎麼會加入北約 而且跟大家講 瑞典它不是指老虎 給大家看這華爾街日報寫的 瑞典的全民防禦政策 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榜樣 什麼叫榜樣 它的職業軍人其實沒有這麼多 但是它的後備軍人有400萬 加上它有一個申保公司 包括生產了施舊的受戰機 包括A26型的柴電攻擊潛艦 所以瑞典它還是有一定的軍事實力 你再給大家看 為什麼瑞典對於北約來說是重要呢 瑞典跟芬蘭加入北約之後 你可以大家看到那一張圖 波羅的海 這對於波羅的海的包圍網 有很大的一個作用 你二軍你出海 你要怎麼出海呢 要掐住俄羅斯的能源出口的中繼站 而且大家可以想到 更有能力的是增援波羅的海的三小國 來 周老師 瑞典竟然已經這麼強了 過去已經維持所謂的中立 中立這麼久了 你這時候加入北約 用意到底在哪 當然因為環境有很大的改變 瑞典長期以來 它的主要的地緣政治的一個競爭者 跟它的對手就是俄羅斯 事實上瑞典曾經它的領土範圍 包含了今天的挪威 跟包含今天的芬蘭 後來是因為跟俄羅斯打敗了 所以它的領土就逐漸的縮選 逐漸的縮選 其實到今天為止 芬蘭還有一個政黨叫做瑞典人黨 所以你就知道瑞典 瑞典人其實在芬蘭還是滿有影響力的 好 那麼瑞典它是 就像剛才主持人講 它是一個軍事大國 它曾經是一個軍事大國 今天仍然是一個軍工企業很重要的 比如像它的這個申保汽車 申保汽車其實是申保集團 申保集團它生產的戰鬥機跟轟炸機 在40年代 50年代都曾經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戰機 跟轟炸機 那所以它的軍工企業是非常發達 還有一個像我們大家知道這個 Arisen 毅力信 毅力信最早它製造無線通訊的設備的時候 是波爾戰爭的時候 英國就使用毅力信的無線通訊機器 所以說它的軍工企業也有很長的歷史 那現在當然因為它傳統的這個 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俄羅斯 有重新再崛起的可能性 就所謂的崛起當然不是說經濟上 而是軍事上 它要重新成為一個軍事的強國 它要重新擴張它既有的它的領土範圍 這個當然讓瑞典覺得非常擔心 所以而且你也注意到 就瑞典這一次加入北約 它不是它自己一個國家 它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就是芬蘭 對 所以芬蘭加入這個北約跟瑞典 是一起的 這當然也就反映在他們傳統上 他們在對抗俄羅斯擴張上 有共同的利益 那你再看整個這個所謂的 斯坦蒂娜維亞半島 除了這兩個國家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叫做挪威 挪威很早就是北約的盟國了 所以這也有一個整個區域 同步的概念 就是要共同去防止俄羅斯 重新去擴張它這個領土範圍 來 牛老師你怎麼看 真的覺得波羅的海 現在完全是封鎖嗎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最關鍵就是掐住俄羅斯的能源 好 能源你要輸出 你也沒辦法去輸出 你要出海你也沒辦法出海 現在俄羅斯真的是被掐出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對俄羅斯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威脅 但就是說俄羅斯坦白講 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區 做了相當程度的一個部署 就是加里寧格勒 那加里寧格勒這個點 這個地區它其實是在芬蘭 跟立陶宛中間 它其實是歐洲 波蘭 對 跟立陶宛中間 它基本上其實是歐洲 非常具有戰略部署的 幾個地區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俄羅斯來說的話 就會有相當程度的一些力多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俄羅斯也部署了可以在核武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飛彈 而且它也具有 它還是有相當程度的 一個艦隊的數量 即便在冷戰結束 或者是烏俄戰爭過程中間 這個艦隊的一個數量跟能量 有比較下滑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趨勢 它確實還有水下作戰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能力 也能夠藉由火力資源 去進行一定程度的登陸作戰 內徵之珍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